什麼符咒,還是真的有亡魂不散,依然在黑暗中可以看到自己這副天人般的面孔呢? 司馬灰之道綠色墳墓身上,至少有三重的秘密。 一,就是他真實的面目和身份。 第二,就是他究竟用什麼方法隱藏在蚊式機倉裡面。 第三,就是深入古城尋找私眼這個密室的動機。 為什麼這些秘密不能被外人所知呢? 大概只是因為恐懼這個原因。 因為這三個秘密都可能對綠色墳墓的存在構成直接的威脅。 另外還有一件被綠色墳墓誤導了概念的事, 這就是尖婆王的運氣。 所以如果能夠盡快解開這個謎,還是有可能扭轉這個局面。 司馬灰跟著留意到大殿四周圍的壁畫,多數都有剝面酷刑的描繪。 這些其實就是練古祭蟲的邪術。 加之當年盜尖婆王寧寢的盜墓者,發現屍骸腐敗了之後,僅有面容是栩栩如生。 所以那些盜賊自然的心就害怕,就想辦法將他的面容毀去。 但是最後全部都遭遇了意外的事故,唯有將這個黃金棺材重新蓋起來,再也不敢打開它。 另外司馬灰在隧道當中,曾經一槍將錢寶山的頭顱擊穿。 如果對方真有運的話,有什麼可能被子彈打中呢? 這些情況令司馬灰更加確信自己的判斷。 其實尖婆王的臉並沒有什麼運氣可以帶來,而是裡面附有某種詛咒。 那麼錢寶山要將尖婆王的臉移到自己的頭上, 那麼古老的詛咒也會隨之附在他的身上。 其實與其說他在走運,倒不如說他在受一個詛咒。 在這個詛咒生效的時候,任何意圖直接毀壞臉的人, 都會被尖婆王的詛咒害死,而這個詛咒的力量還遠不止於此。 綠色墳墓正是掌握了臉不會受到傷害的秘密, 才是夠膽親自盡山找黃金之珠城,並且一次次都化險為宜。 其實只要避開尖婆王的臉,就有可能對付到綠色墳墓。 這就是司馬灰內心想到的秘密。 司馬灰這個時候又要顧及踩中地雷的同伴,多數也不敢追擊他。 於是就不出聲,趁現在司馬灰離密室的入口比較遠,想搶先一步行動。 怎知道剛起身,就被四支槍管頂著腦子。 原來是羅大利、阿翠、玉飛燕已經圍上來包圍著他。 咦?羅大利和玉飛燕不是踩地雷脫不了身嗎? 沒有錯了,我也很奇怪。錢寶山更加奇怪,他是又怕又慌, 接著口疾疾地說。 咦?有什麼可能的? 咦?在這幾個幸存者裏面,並沒有工兵部隊的排雷專家, 甚至連半專業的排雷工具都沒有, 踩中了美濟的反暴兵地雷,神仙都脫不了爛。 咦?你們怎能全身而退,現在走出來的? 咦?其實說回頭,是有一段故事的。 咦?說回剛才司馬灰和錢寶山分析他的邏輯的時間, 其實他們身邊的戰友就已經解開了這個地雷, 究竟為什麼呢? 原來司馬灰等人,在緬甸從軍作戰多年, 身邊被地雷炸死的戰友可以說是多不勝數, 所以他們對各種常見的老式地雷是非常熟悉的。 剛才司馬灰見到羅大利和玉飛燕速雷的時候, 當時真的有點害怕,以為事態真的不可挽回。 但他的眼光向來比較機警過人, 他後來發現這幾枚的美濟反暴兵地雷不是那麼對路。 為什麼呢?因為他發現地雷的安全模式並沒有關閉。 哈哈,即是說,這兩個地雷仍是處於安全模式的, 那就不用怕了。 原來這種二戰時期由美國生產的M型地雷, 為了防止發生意外,都留有一次性的保險裝置。 所以在埋設使用之前,首先必須將外殼上的安全模式關買, 否則如果不是,就算有人踩到地雷,都不會爆。 可見這個綠色墳墓,雖然說是販賣軍火, 但似乎對這種地雷並不熟悉。 哈哈! 所以司馬灰當時將計就計,表面上不動聲色, 用水布抹去鞋上的淤泥,將水布扔給阿徐, 相當於是向他發出一個暗號,叫他想辦法排了雷, 什麼事都沒有。 然後司馬灰依照綠色墳墓的指示, 假裝聽了他話,幫他拿一條四腳寫鎖匙, 其實是故意拖延時間。 這隻前寶山百物一疏,當時只將注意力集中在尋找司眼密室身上, 但估不到阿翠收到司馬灰暗示後, 已經截斷了反暴兵地雷的引訊導管, 到現在他發現時,已經被羅大利三個人從側面包抄, 用槍頂住他的腦子。 所以人算不如天算,到最後還是其差一掌。 這個時候羅大利就生氣了, 二話沒說, 將大口徑的聶槍頂在前寶山的腦袋上, 馬上抬雞了。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機械故障, 還是天意幫綠色墳墓, 還是蛋藥壽潮, 始終抬極雞的槍也不響。 玉飛燕在旁邊就急了, 哎呀呀,不要殺他,不要殺他, 留回活口, 不然誰都跑不出去。 羅大利暗暗暈暈暈暈暈想說, :「哎呀,留什麼活口啊, 我只想將它們斬開八滑。 這個時候, 他見一枝槍不成雞, 想著拔把獵刀出來砍前寶山。 但這個時候, 在黑暗當中的前寶山, 忽然扔了之前偷的那枚白鱗燃燒蛋出來。 嘩! 即時龍煙滾滾, 火光殘眼, 一瞬間, 在地表上邊樹一道火牆。 嘩!大家即時向後退。 司馬虎位於登署の另一側, 見其餘三人對前寶山形成合為之勢, 他便沒有受到火牆阻隔。 他於時掩着鴨咀塑, 正要上前堆嵌前寶山。 誰知地月裏的石壁縫隙原來有沼氣滲出來 遇對這種可言性的氣體,遇對白鱗燃燒彈 即是紅的聲音,周圍全部著火 司馬灰見地月四周圍,這時變成一片火海,室內溫度馬上升高 看樣子半步難以接近,不得不也閃身避開 在這時,大家都見到一幅觸目驚心的景象 就是前寶山雖然被火牆包圍,但仍然不顧一切 冒著煙火,掙扎著想要接近洞穴 但他的手臂一伸出去,接觸到身後猛烈燃燒的白鱗 好如我即時燒到他的手見骨 可以說傾黑之間的手化為灰坦,令他呱呱聲,看樣子根本突破不到火牆 羅大利又見這個時候難以近他身 就即時將大管獵槍重新裝填子彈,再次對著前寶山搬雞 這次前寶山又沒這麼幸運,那顆子彈可以說是打到影 幫著前寶山的頭砰一聲,接著整個腦袋沒有了 大管獵槍的強大衝擊力,亦將前寶山的身體在後面彈出九米遠 從火牆上掠過一聲,剛巧巧跌入打開的洞穴當中 這次又真是量度也沒那麼準 司馬灰本來想告訴羅大利,打臉是沒用的,但未來得切開口 前寶山的頭砰就被大口徑列槍轟到四分五裂 幸好這時候洞口附近燃燒的沼氣消散得很快 那些白輪燒了一會後,開始慢慢暗淡 司馬灰就馬上上前去找前寶山的屍體 畢竟那個綠色墳墓詭被莫測 如果不趁現在這個時候徹底見到他身上隱藏的秘密 恐怕今後就永無機會了 於是玉飛燕先用衝鋒槍對那個洞穴掃了子彈 接著確認安全之後,就三個人一個一個跳入地穴當中 入地穴之後,舉著火把四周照 見到這個封閉千百年的空間裏面 那些沼氣的味道仍然非常之濃厚 司馬灰就不敢大衣,就馬上整熄火把 就改用探照燈來照 接著前後左右照了一輪 就見到這個石室地穴裏面,可以說是空間狹窄 在裏面還套了一個幾米深淺的洞 在洞的盡頭處,是一片天然的岩層 但就是這麼多地方,無路可行 接著他認真看看,就看到岩層裏面 暴露了幾塊古生物的脊椎化石 形體很大,亦分辨不出到底是什麼動物的化石 但外奸石壁上面,並沒有被火燒過的痕跡 但到處都鑿滿了奇形怪狀的符咒 那這些符咒是什麼意思呢? 他認真打量一下這個洞穴 這個洞穴除了通往大殿的洞口之外 可以說是內部的空間近乎是封閉的 雖然有不少因為連心日久所形成的石垃 但對於人類來說,這些垃圾沒用的 你躲不住進去的 而四周圍又找不到其他的出口和暗門 剛才那隻綠色墳墓躲到哪裡呢? 三個人即時覺得事情不妙 那綠色墳墓好像蒸發在黑暗的空間裡 有一隻惡夢當中的幽靈那樣 根本就不曾存在於現實世界當中 那麼剛才他們打死的綠色墳墓 難道是幻覺來的? 哎呀,這個事情可以說是怪異到極點?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司馬灰不信 接著他就認真想想 沒理由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土行酸的遁地術 他就叫阿翠逐村逐村石垃在排查 並且告訴玉飛燕要認真看石壁上面 刻著的文字是什麼意思 說不定其中會記載著關於黃金之珠城出口暗道的秘密 可能還會知道尖婆王究竟在這裏藏了些什麼? 玉飛燕借著火把看了一會 就發現地穴石壁上面的記號和符咒 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古代象形文字 他雖然是見多識廣,但一時三刻都看不明白說什麼 這種文字似乎是不同於世界上已知的任何一種文字 這些都是屬於尖婆王朝的文字 主要是來自於巴里語和凡語 如果幾字石壁上面所刻的 真是屬於尖婆王朝的文字 主要是來自於巴里語和凡語 這些文字玉飛燕比較熟悉 他於是粗略看了幾眼 但是不看,由自可一看就心摸摸 心就更加之害怕 接著叫著司馬灰 不要急著,不要急著 黃金之珠城裏確實是隱藏著尖婆王的秘密 但按照這裏說,很可能是某件具體的東西 咦咦,阿玉飛燕看到這個文字上面的記載 說尖婆王藏在屍眼裡的這個秘密 很可能不是某件具體的東西 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玉之後事如何,我們明天回來之港 有聲小說,迷蹤之國 肥德改編,張德明播講 今集已經播放完了 上回講到,話說司馬灰跟隨探險隊深入野人山 歷數途中所見之時,都像籠罩在一層無法驅散的迷霧當中 他實在想不出,尖婆王為何會耗盡國財民力 在地底建造這樣一座奇形怪狀的黃金之珠城 又在四周圍布茲亞重重陷阱,將外圍的古蹟全部毀壞 那些網蛇和古塔的圖騰,尖婆王與死神相會的壁畫 無數人面浮雕石磚,這些事暗示了什麼呢? 尖婆王既然將這處被稱為獅眼的密室藏歷得這麼深 其中必是有些緣故的 此時司馬灰聽玉飛燕講,石室當中確實藏有尖婆王的秘密 但他發現這裡除了迫上黑的密密麻麻的古代文字和符號之外 再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了 那個所謂的秘密到底是指什麼呢? 難道不是具體的某件事嗎? 玉飛燕就說,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這間密室本身就是尖婆王的秘密 他為了進一步確認自己的判斷 又認真再次看看石壁上面其餘的古文 司馬灰覺得更奇怪,就想問我究竟 阿翠見玉飛燕這個時候愁眉心所 就叫司馬灰不要打擾他,等他看久一點再問他 那玉飛燕看了一會,就告訴司馬灰等人知道 這個密室當中確實記載著一些非常離奇的事 很難以令人理解的 但如果與我們目前已經掌握的線索相結合的話 應該可以推測出尖婆王隱藏在黃金之珠城裡的真相 以下這段內容就是玉飛燕根據上邊的古文解讀出來的 原來尖婆王自古崇信五官,即面上的五官 他們以面容為貴,以頭顱為尊 因為據說人之面目不同,所產生的運勢也有很大的不同 阿勞家爺王心明此道,他平生最擅長是養骨煉藥 又不斷服飾人老的私從,所以體態容貌異於常人也不出奇 就連的膚色也與當地人不同 緬寮等地就叫這種術叫做面骨,是一種被視為禁忌的古代邪術 後世已經失傳了 其實尖婆王並非生據天人異想,也未從自身的上貌當中 曾經得到過所謂的運勢 他那副神佛般的尊容,乃是後天復虐之後所煉化而成 只是為了維持王權的神秘和恐怖而已 那麼尖婆王這個人生性殘忍,視殺如命,深信宿命之說 他雖然自視極高,但即使容貌再怎麽似神佛 亦仍然是受困於輪迴的眾生之一,擺脫不到人世的欲望和糾纏 他的內心亦都不免對自己的身後之事,懷有幾分畏懼之意 所以自此更加是常備惡夢驚妖 因為他明白,他人生的太陽終有一天會穩落 而且由於他對死亡深感恐懼,所以他每次找藉口殺人之前 都會對被殺者問過去未來之事 後來因爲野人山地陷,坍塌而形成了一道深不可測的裂谷 因爲當初建造在山顛的古塔當中,存放了很多尖婆王朝歷代積藏的金珠寶玉 所以就派人從群象埋骨的洞屈內進入裂谷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是意外地在地底找到一處岩山 那處岩山通體七黑,形似八足之珠,內部有無數動月中環相簾 發現似乎還有人類居住過的痕跡,好像一片地下宮殿似 地宮裏岩層,不單是藏有枯化的丘坦婆羅 另一處動月中,還留有某種巨大生物的骨落 很顯然,他們的存在比尖婆王朝早很多千年,但後來被黑水吞沒 所以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任何的宗跡 直到如今山體崩裂,水墨枯竭,才再次顯露出來 在尖婆傳說當中,說盤踞在死者知國的師神 體如黑墨,好像黑洞那樣的眼睛生在體外邊 並且生有四手四足,與這個地底岩山極其之相似 當時的尖婆人,多將此事為惡笑,認定一定會有大難臨頭 但最令尖婆王恐懼的是,她在動物裡殘留的迷霧當中 親眼目睹到自己死亡時候的情形 原來到了那個時候,她會灰飛煙滅,形神驅碎 尖婆王多年之前,曾經殺害過一位聖僧 那位聖僧臨死之前,不發一燃,只留下了一卷圖 福圖上邊描繪著尖婆王在屍眼洞屈前邊 頭破面碎的慘烈之狀,並視以三指 所以如今恰好是認了前事,所以尖婆王對此是毫不懷疑 她心知早晚有一日,必然會死在這裏 她雖然明知道注定要發生的事情是無可避免的 但她仍然妄圖改變這個事實,所以不適以傾國之力 依照通往死者之國大門的刑濟,捉造了黃金之珠城 將整個王朝所擁有的全部輝煌和讚嘆,都獻給盤踞在陰間的師臣 再殺死所有知情的奴隸和工匠 又使岩層當中的丘壇婆羅殘骸重新生長 隱藏在野人山裂谷裏的古老秘密,也從此蒸發在歷史的魂霧當中 其實關於宿命,在古代宗教典籍《盤陀宿業經》裡 早已纖述了一個鐵一般的規律 如將古澳的民意用現代觀念來解讀大致的意思就是 萬物的生命皆是由無數個點所組成的一條曲線 沒有人會知道線的中間會發生什麼或者會遇到什麼 只是所有的線最終都會前往同一個終點 而這個終點就是死亡絕對不會存在例外 曲線中出現的任何個點也都不可能對終點會產生什麼影響 所以說即使有人能夠提前看到自己的終點又怎樣呢? 他亦都最多是距離天國最近的人 因為他已經洞識了自己的命運 如果再有能力去消滅這個終點 就等於踏入了天國 詹婆王認為只要今後不再踏入黃金之珠城 就會避免與死神相遇 那麼他生命裡也只是沒有死亡和恐懼 所以自此就不墮不滅無生無死 就更加變本加厲狂妄殘忍起來 不過最終仍然是暴斃身亡 大概詹婆王臨死之前也沒有想明白 他生前所遇見的終點其實並不是他的自身 而是從他的遺骸當中剝下來的屍皮面具 如果說天地間一草一木都有自身的命運的話 這樣詹婆王事先看到的情形 其實只是他的面皮的宿命而移 雖然當年收足黃金之珠城的奴隸和俘虜 在元宮之後都慘遭殺戮 但是這個世上畢竟沒有不透風的場 所以詹婆王又在此留下一個詛咒 就是說誰夠膽接近黃金之珠城裡的秘密 死神就會降臨到誰的頭上 在幽暗沉寂的秘月當中 到處都啟刻著這個陰森冰冷的詛咒 這個似乎是一道最後的精神防線 但在現代人看來難免顯得蒼白無力 野人山裡存在有很特殊的瓷場 可能會出現近次海市神流的光學和電波的異相 包括他們先前看到的幽靈運輸機 多數也屬於這類 只是還不能確定這個根源是來自深山裡的龍墓 還是來自這座黃金之珠城內部的岩層呢? 司馬虧和馬翠聽完玉飛燕所說 都明白了些少了 原來綠色墳墓所似的絲皮面具既不是運氣 亦都不是詛咒和陰魂 而是一個宿命 是一個還未發生的事實 因為尖婆王臉 注定會在絲眼密室開啟的時候被毀 所以之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這個必然發生的事實 但是隱藏在面下的綠色墳墓呢? 他真正的面目究竟是什麼呢? 為什麼他墮入密室之後就失去了蹤影呢? 他對黃金之珠城裡的一切療如指掌 似乎比尖婆王生前知道的秘密還要多 又兼且他佈置這麼周全 自然他不可能是主動來找死的 顯然這些事情全部都在他的計劃之內 為什麼他會知道這麼多事情呢? 至於綠色墳墓所要找的所謂的真相 大家就覺得更加難以揣測 估計應該不是為了黃金之珠城裡 供奉給詩神的財寶 但聽他所說 他也不是一個信奉神法之事的人 所以自然他也不會在尋找長生不老的愚昧事 因為凡是有這樣的念頭的人 多數都屬於貪生怕死之輩 如果這麼貪生怕死 他又怎會以身犯險 親自進入危機四伏的野人山大裂谷呢? 所以很明顯這不是綠色墳墓的動機 如果依據眾人目前掌握的情況來判斷呢? 黃金之珠城的內部 本身是一座遺傳在地底的巨岩 尖婆人將岩層和洞穴加以修整 封閉破壞了大部分區域 裡面必然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東西 可能綠色墳墓就是為那些東西而來的 到了現在 司馬灰等人和綠色墳墓已經成為死敵 所以逃生和解開對方身份之謎 這兩者之間其實是同樣重要 當他們在商量這件事的時候 忽然之間龍一聲 密室之中一陣震動 死了地震 看到岩層的垃圾裡面湧出很多黑霧 司馬灰跟著說 不行啊不行啊快走啊 這座古城還繼續在下面沉著 大家驚著再次引爆沼氣 連王將手中的火把整式 當即放棄了繼續搜索 踏起人梯 由羅大利在上邊接應 從密室當中返回大殿 就在這個時候 黃金之珠城裡面的地面已經開始傾斜 傷在岩壁上面的磚石劈牌不斷掉下來 半空當中有一條大石梁 飛了下來 將銅燈全部擊水 搞到千年火萬載爐裡面的燈油 全部倒到整地都是 即時的火勢蔓延得很快 野人山是屬於漢山心裂地形 這個古城的底部是個枯竭的暗湖 由於水墨下陷 留下了大量的淤泥 湖中的生物死體殘骸 慢慢消解腐化之後 都被高壓封閉在淤泥和地層的甲層之間 就相當於形成了無數相對獨立的帶有沼氣氣囊 有大有小 聲羅其報 其間還有幾處的暗泉 千百年來湧動不揭的 甚至通道黃金之珠城的內部 所以現在這些沼氣氣囊全部含含著火 這個微妙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壞 就會令黃金之珠城徹底土崩瓦解 沉入萬景淤泥當中 那麼蜘蛛城裡生長出來的植物 先前已經被地震彈毀壞了大半 再現在受到外力的作用 對封閉著沼氣氣囊又形成擠壓 終於令到沼氣湧入城中 就整座黃金之珠城就開始傾斜 開始沉滑 接著通過石瓦裡滲出來的沼氣 又被大殿裡的火焰點著 這次與先前那次不同 幾乎可以說一發不可收拾 接著砰砰砰砰砰 一個個膨脹的火球迅速轉向半空 司馬灰等人覺得烈焰四起 周身皮肉被火燒得幾乎爆開 連黃派在地上邊 搏命向電閣的暗泉爬過去 就在大家接近窒息極限的時候,黃金蜘蛛城的城體已經從當中裂開,頭頂上的泥沙水墓紛紛落下,透過墊頂裂開的巨大的缺口,已經看到高處也是火勢蔓延,原來覆蓋著整個裂高的幽潭婆羅也被點著。 在一片混亂的塵埃當中,飛騰的火光畫過濃密的灰黑色煙霧,好像一度不祥的黑霧升上半空。 司馬灰等人,躲在堅固大殿的一角抬頭望向高處,就見到古城已經裂成了V字形,逐點開始分崩離策。 在黑霧霧的寬闊裂痕當中,已經露出無數條黑網般的植物根系,好像蜘蛛網般攀在石壁之上。 這個時候,幽潭婆羅的主體根脈已經被沼氣點著,那些火勢迅速蔓延至高處, 燒毀了遮蔽在地下凍屈的那層口間。 接著火網龍罩在黃金蜘蛛城上空,所以令整個天空好像燒著了。 而那棵頂天立地的幽潭婆羅,都是從包裹成體的岩層裏生長出來的。 它的無數花冠不斷製造農墓,構成了近乎封閉的獨立生態系統。 而在除了冷血爬蟲類的生物之外,將外界的生命全部隔絕開, 終於令任何網圖偷窺尖婆王的入侵者有去無回。 這個幽潭婆羅,雖然本身不怕水火,即使被化學落葉劑破壞, 亦能迅速復活,是因為唯一能使他徹底死亡的根系主脈, 始終受到堅厚城壁的保護,但這個時候城壁都裂開了, 那些根系也著火,所以幽潭婆羅也慢慢撞身於火海。 這條旗心無比的野人山大裂弓,本身是因為山體裏的水墨膚竭, 才導致地面陷落而形成的。 但誰能猜到那些體似柔弱的水流, 竟然可以將岩山內部衝刷成為這麽空曠,這麽廣闊的大洞屈? 這時候上有暴雨,下有烈火, 幽潭婆羅遭受到水侵火弓,周圍的龍墓慢慢消失。 妻色在龍墓當中吞噬生命的飛蛇離追,亦相繼鳥獸山。 山外邊的狂風暴雨還未停止, 封閉在半空當中的柬臂墳位之後, 茫茫的雨墓又從高處落落來。 黃金之珠城在不斷的崩裂傾斜當中, 慢慢地沉入雨泥下邊的無底深淵。 看來占婆王朝埋藏在黑暗當中的秘密和輝煌, 在經歷千百年不見天日的漫長日子之後, 又將繼續不見天日。 那麽危急的時候,黃金之珠城沉沒, 上邊的天空又被烈火龍罩, 那司馬灰他們怎麽逃出生天呢? 欲知後事如何,我們明天回來再講。 話說昨天說到,黃金之珠城產生下陷, 地面上邊的沼氣又被火燒著了, 天空當中一片火海。 那麽巧在這個時候, 在大殿裏面崩裂的地面當中, 傳來咕咕咕咕咕咕的聲音。 原來在那些裂縫當中, 向地面滲出大量的黑水。 那些地下黑水是陰冷刺骨, 碰到人都震的。 原來當年那些水墨枯結之後, 除了少數幾個暗泉, 動物深處連綿百里的地下河道深淡潛流, 都被淤泥和沼氣封住。 山外邊的狂風暴雨, 使漲落無常的地下水墨又重新出現。 再加上沼氣爆炎之後, 炸開淤泥, 於是無邊無際的地下水就向上湧。 這個時候已經淹沒了動物的底部, 而且那些水勢來勢洶洶, 帶動那些氣流在列谷裏面產生巨大的隆隆聲。 可惜這個時候, 司馬恢等人早已根皮力盡, 而且身上多半都帶有傷, 就知道跌在水裡便必死無疑。 於是就拼命, 抬著斷牆爬上高處。 眼看著腳下的黑水越飄越上, 頭頂上濃煙滾滾, 被烈火遮蓋, 兩隻耳朵又被那些濃濃聲吵得什麼都聽不到。 合谷這個時候, 可說是毀天滅地。 這麼多事情, 只是發生在短暫的訊息之間, 搞到大家面如吐息, 都認為這次真是插翼都難逃。 這個時候, 阿翠就拔著司馬恢, 叫他看著頭頂先。 司馬恢順著阿翠的手勢看過去, 就見到忽明忽暗的火光當中, 在城頭上斜斜地, 突出了半個黑蚊蚊的黑影。 形狀好像一隻大鳥似的。 司馬恢一想, 哦, 似乎是那架飛機。 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原來裝有地震炸彈的蚊式特種運輸機, 早已被炸毀, 連殘骸都沒有留下。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所見的那架飛機, 應該是英國探險隊乘搭的那架黑蛇2號特種運輸機, 就是綠色墳墓原底叫他們找的那架運輸機, 大概是從箭上邊跌到古城裏面。 這個動教裏面, 四周圍黑貓貓, 如果不是半空當中的憂壇婆羅燒得這麼猛烈, 根本就不可能發覺它的蹤影。 大家都記得, 這架蚊式機艙裏面, 裝有很多英國探險隊的物資, 其中就有兩手配有馬達的強力衝鋒艇。 沒錯, 如果能夠趕在古城被帶水淹沒之前, 在一架運輸機的殘骸裏面搶出這架橡皮艇, 這樣他們至少還可以在絕境當中, 爭取到一線希望。 一想到這樣的時候, 司馬灰精神為之一陣, 馬上入手叫其餘三個人跟上, 從石壁上邊快速地向上爬。 一爬上去之後, 司馬灰當先捐入那架搖搖肉墜的蚊式殘骸裏面, 從貨箱當中終於運出了衝鋒艇。 這個時候, 身手敏至的玉飛燕亦都跟進來了, 兩個人就急手急腳, 先就在飛機裏面拿了一群信號竹和照明彈, 接著用盡全力將一橡皮艇推出機艙。 這個時候, 地下水的漲勢越來越快, 高處上邊的濃煙和灰盡來回滾動, 當中夾閘著無數閃爍不定的火星。 司馬灰知道羅大利和翠諾在後面, 必定處境危險, 估計這時候再等他們上來都來不及, 於是即時幫一橡皮艇充滿空氣, 藉著信號竹的光亮, 看準他們兩人所在的位置, 用盡全力將橡皮艇推向水中。 跟著司馬灰和玉飛燕先後跳上橡皮艇, 再接在水中的羅大利和馬翠, 於是幾乎在同等時間, 茫茫的黑水已經覆蓋了整座黃金之珠城。 英國探險隊的蚊式特種運輸機, 也都隨之被亂流所淹沒, 轉眼之間連影都看不到。 這個橡皮衝鋒艇被捲入激流船窩中, 這個時候, 四周圍全部都是黑媽媽的世界, 明明是置身在水面的, 但完全聽不到任何水流的聲音, 更加令眾人覺得非常之恐慌。 大家這個時候才想起, 如果剛才只要司馬灰行萬半步, 先前的落水者, 就被急流帶入到黑暗的深淵裡, 永遠都救不回。 現在劫後如生, 想回頭, 別說你也不害怕。 接著又想到前路險惡, 大家心裏都完全沒有底。 在這片混沌的七刻裏面, 都不知道橡皮艇飄了多久, 終於身下邊, 震了一下, 接著聽到, 原來這架橡皮艇隨波逐流, 已經駛入了一條快速流動的水道裡。 司馬灰知道, 肯定是被洪水衝入了位於地谷邊緣的裂縫。 這個野人山裡生長的植物蘇根茂盛, 連深日久之後, 受到張力的作用, 那些蘇根將山體都撞裂了, 才形成這種獨特險要的地勢。 這個時候雖然是南北莫變, 但是這個水勢洶湧喘急, 要將橡皮艇到石壁上撞反了, 這就糟糕了, 這樣大家便會掉落水, 撞身如腹。 所以司馬灰這時候, 都隔外小心, 他高舉信號足, 招呼玉飛燕在後面掌著駝, 因為玉飛燕曾經多次跟隨艦船在海上行動, 經歷過驚濤海浪中的福州滅頂之險, 屬之舟船的水性, 有他定着的衝鋒艇, 就不止令到這隻橡皮佛被洶湧迅猛的急流打翻。 原來在這架橡皮衝鋒艇的側面, 裝有一座固定的探照燈。 這個時候, 羅大利打開探照燈, 將光束向前面不斷照, 就發現動屈兩側高聳的山壁突然之間又高又企, 掛滿了粗如古樹的曼藤, 河道當中居然泛起一陣冷霧。 四個人駕駛著橡皮艇, 不斷避開河道上邊的植物殘骸和急彎, 可以說險象横生。 那架這樣的橡皮艇, 由於風中之業, 隨著激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盤損, 完全是被激流擺佈。 正在這時候, 在後面的玉飛燕突然啪了聲, 什麼回事呢? 原來忽然有一道黑影畫過水面快疾如煎, 它閃都閃不及, 略為慢了半分, 果然衣服已經被它畫出一道口。 由於當時太黑了, 它也看不清楚在水中出沒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就連忙叫司馬灰和羅大利, 將探照燈在後面照下。 大家隨著燈光在後面看下, 就見到上游的河水當中起起伏伏, 哇! 原來有這麼多尖銳鋒利的骨骸, 在上游上邊衝下來。 這樣一望之下, 不禁大驚失色。 原來野人山地殼脆弱, 氣候常年不變的時候, 還好廣點, 在狂風暴雨的持續衝擊之下, 令到那些早已破碎不堪的山體, 已經很難以抵擋。 這個時候, 它們飄流的水道, 是從野象埋骨的動物群附近經過的。 那些喘急的水流, 沖淋了兩邊大片的岩層, 令到很多深藏在山腹當中的動月全部淋了。 接著那些泥石流一沖, 就將堆積魚山的象牙骨化石, 全部沖進河島。 哇! 那些無數像魚劍齒哥的象牙骨象牙, 都是非常之銳利之物。 一旦浮在水上, 就會即時變成鋒利的竹籤。 一遇對象牙骨, 被它刺穿都似。 這樣不行。 而且那些象牙象骨在水裡飄流的速度, 比它們的衝鋒艇還要快, 在後面不斷沖上來, 隨時象牙骨都被它刺穿, 司馬虎一體也不是路。 那情急之下, 只好拿過玉飛燕身上的衝鋒槍, 對準後面的水面不斷地掃射, 企圖在那些象骨象鞋碰到衝鋒艇之前將它擊水。 羅大利和馬翠亦分別拿起船長, 將整個身戶出去, 拼命地撥打飄近的將軍。 玉飛燕一個人, 已經沒有能力有效地控制衝鋒艇行鋒, 但其餘三個人亦都是手忙腳亂, 又哪有餘地幫他呢? 在這個時候, 水道忽然變得更加狹窄, 兩側的峭壁天園當中浮波一線, 而在那股奔騰的急流當中, 更加有一具完整巨大的巨象骨鞋直衝下來。 嘩! 一對又長又利的獠牙伸出水面, 那他們的象皮艇可不可以大步舔過呢? 司馬虎一看不是路, 連網又像舉起衝鋒槍, 直到一聲鼓掃過去, 幸好慢計慢得快, 一串串的子彈好像流形飛火, 撕向象骨, 但無奈象骨它堅固異常, 而且在劇烈抖動的象皮艇當中, 那些槍也很難以瞄準, 所以其實效果並不大, 那個象霞仍以不可抵擋姿勢, 被狗留猛烈衝向衝鋒艇, 就在這時候, 衝鋒艇一沉, 接著又一頂起,一起一落之間,幾乎將眾人拋上半空 什麼回事?原來橡皮艇下面好像被巨大的水族動物頂住 幾乎翻船 司馬灰定眼一看,只見橡皮艇後邊水波激動 嘩嘩!飆了兩條鱷魚出來 原來他們是同樣被山洪衝入到這裡,雖然揭盡所能搖頭擺尾 雖然是在這個手中的地區,雖然在這條大陸 有人在謊的地方,雖然照尾山洪衝入到這條大陸 有在那裡,雖然是在這條大陸 雖然是在那裡的地方,雖然是在這條大陸 有在那裡的地方,雖然是在這條大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